來玩這款遊戲 功夫奇遇技 跳過 還不錯玩啦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8月份嘛 iPhone那邊就已經先推出了 安卓是近期推出的 所以雙平台都可以玩到 再稍微玩一下就行了 來看一下他的武學 重拳 強大的攻擊 點擊按鈕 我已經主宰正常了 滑動螢幕的話是翻滾 大風車可以抓舉敵人 自動追蹤 突然有一個問題 他好像沒有伺服器可以去選擇 所以 無刻玩玩吧 不要 有近身的想法出現 就沒問題啦 好 就完成了 恩 攻擊力 第二關 他可以把敵人打到樓下去 大風車 解決 沒有強制性廣告耶 看來 應該 賺了不少錢了吧 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什麼 欸 還沒回到首頁齁 喔 火把 這個如果做橫向也不錯啊 飛斧 飛斧 順水推舟 假裝摔倒 實則快速近身攻擊 試一下吧 順水 欸 有斧頭耶 敵人來了喔 龍爪先子手 有斧頭 可以讓我看一下 有順水推舟耶 喔 有啊 有啊 握倒這個就順水推舟 哇 他飛起來了耶 哇 功夫的戲碼 喔 來了 五格驚奇 選擇一個 暴擊吧 所以他 除了有 手動的 主動釋放技能之外 他也是有被動的 像 剛剛什麼 順水推舟啊 還是墊腳神犬啊 哎呦 我被打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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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鍊 啊 五連邊 啊沒有耶 他是四個而已 哼 啊這五連邊 應該也把他拿進去啊 喔 連結傷害啊 斧頭 火把 把火把 斧頭用光光 這個流暢度是相當好 這個流暢度是相當好 來了 可能啊 某 Wednesday 黃雲 弩魔妨犭拳 哼! 靠聲! 真是靠‹ 沒想到神雄我這也敵不過他 你先行撤退吧 下次我們聯手再教訓他 你別走啊 我要打爆你的眼睛 縱旋風鴨 小旋風 這隻首頁啦 擬霧 小聲一點吧 現在不能擬霧啦 呃 成長之路 然後 挑戰 信箱 也沒有什麼 Boss挑戰也都沒有 柯犯 我還是覺得 兩等才會開啟 其他地方啊 商店啊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 服裝啊造型之類的 應該也有降龍十八掌的吧 縱旋風鴨 縱旋風鴨 算是被動嗎 應該是被動 應該是被動 打人都沒理解 別以為你都會 打你 買回火星嘛 你都是很危險耶 雙倍效果的話 看廣告 打關卡就 看廣告還蠻值得的啊 因為他打 一關好像 也要好幾分鐘嘛 好吧 遊戲就來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掰掰